早安 好冷喔 想不到耶 想不到啊 想不到 今天才13度耶 真的喔 可是今天天氣超好的 今天天氣超級好 連雲都沒有 現在穿好皮膚 然後我們今天要前往藍山 我們要去那邊搭小火車 我們會搭小火車從龜崗那個方向 然後搭回藍山 在藍山那邊玩一下 玩一下之後再看一下時間 然後再看一下鋼圈 我們現在用這個IC開來的路線 對 我們這EKOKA呢 它也可以搭JR 那我們這次要去藍山搭這個龜崗小火車呢 我們就是要搭這個 一線 Sakono Line 其實就是紫色的這條路線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搭到龜崗的前一站 就是麻雀站 它那邊是最近的一個站 Uma Holy Station 很多人他們去搭龜崗小火車 那他們知道說要搭反方向的 回到藍山 但是看到龜崗小火車呢 就會想說 欸 我應該搭到龜崗站 但是龜崗站 距離龜崗小火車站 非常的遠 所以應該是要搭到麻雀站 然後走路到龜崗小火車的那裡 大概10分鐘左右 這個 麻雀 他們是雲上課的 欸 怎麼都長得一樣啊 好酷喔 你看這裡長得像拉東有沒有 對啊 山脈在那裡啊 我就說 馬絕站到了 好 它從車站出來 就可以看到很多人 在往一個方向走 這邊就有寫 指標 高火車的指標 來 給你看一下 這就是搭這個小火車 四季的風景 我們現在呢 這個 綠色的 這兩個是一定要先上網買票的 這個也很酷啊 所以我們要搭4號10點半 搭到我們要搭的地方10點56分 它這邊的時刻就是每一個小時一班 然後如果說它座位的位置收到的話 它這邊就會貼一個 我們買好票了10點半 然後我們買到的是站的票 因為座位的票已經買完了 然後它的立票呢 只能站在這一區 不能在這邊走動 不能到車廂裡面 所以真的是如果說要來的話 建議還是要上網先訂好票 對啊 然後我們買一個單程的一個人是880 看有人買那個車廂 他們指定要做第五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第五車應該是最熱門的一個車廂 我看那圖片 第五車它 啊 我知道為什麼了 第五車是透明車廂 其他還不是透明的 然後它指定第五車廂 而且它有買到嗎 沒買到 也沒有S的 我剛才又去看了一下 我們這班車已經賣光了 車票 覺得一年四季要來的話 還是先上網訂一下 會比較保險 整個都很光鮮 我覺得 沒有人要超過外面 古車的座區 古車的站區 古車的站區 爺爺都很興奮 是 是 有 駅 我希望呈現 發 continue 神漿 旁邊 是 幸好 神RIS 神 神 咫 好好玩喔 好玩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现在决定在这个蓝山站下车 本来是要打算坐到最前面的重点站 后来看一下蛮多人在这边下车 然后我们会看一下 其实也是可以在这边下车 然后慢慢走过去 看起来这也是一种方式 其实就是看最多人在这边下车 所以我想说我也在这边下车好了 我知道在这里下车 没有不适合老人家在这里下车 对 所以如果说有带长辈来的话 最好还是坐到终点站 我们在这个蓝山站这一下车 然后一下车的也就是 你看那边 你看这边 绿色的全部都是枫叶 满满的都是枫叶 所以秋天来了 不得了不得了 一定要先定位 然后它这外面就会有一些小谈犯 卖吃的卖喝的卖大房卖抹茶 其实大家来到蓝山这边啊 都会去走那个竹林小径 那走到竹林小径的尽头呢 就是这边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 其实我们就是从尾巴 然后走回去的感觉 全部都集在这里拍照 哇 好竹林喔 现在这边呢就是一个三叉路口 直走那边就是竹林小径 我们刚才走过来的车站就是往那边 这边一个小鞋坡上去叫做大河内山庄庭园 就是庭园啊茶园这样子 然后往右边走的就是蓝山公园 那边也是可以去走走的地方 在这竹林里面走起来真的是蛮舒服的 好凉凉的 好凉凉的 而且真的很漂亮的雲中观 真的很漂亮 而且还有一个香味 虽然很多但是没有到很急的感觉 不过我们都跟大家反方向 有看到很多人从那边走过来的 他们应该都是走到尽头之后呢 在走蓝山公园那边走回去 或是蓝山公园那边搭船回去 然后这个竹林小径啊 看起来它就是一个斜坡 对 从前面的车站走的话呢 就是往上爬 对 那从我们刚刚那个蓝山站呢 就是往下面走 这里很明显 就一走进来就是两排的竹林 然后它这里是一个历史保存的地区 这里我觉得还蛮适合穿和服来的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话 一定非常非常的好拍 竹林小径那边穿和服 应该拍起来很漂亮 对超美 而且穿的人不会到昨天那么多 对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几个穿和白的人 对 蛮适合的 那如果想要体验一下不一定的竹林小径的话 可以在12月的时候来 可能会有夏天 然后它会有一个灯会的活动 在12月中旬的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京都蓝山花灯路的活动 它就是在晚上呢会点灯 所以你就会看到蓝紫色那种感觉 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走到这边是天龙寺 然后天龙寺 就是世界的遗产 然后它也是进度蜂山之首 那天龙寺它这边的腹地非常的广大 然后这边呢 入园门票大人是五百雁 这边在秋天的时候就会非常漂亮 这整个地方应该都是秋天 我觉得秋天应该是最漂亮的时候 看起来竹林小径是从天龙寺之后才开始 对就是那边很明显 对 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就小小一段 然后再走下来就有另外一个很著名的景点 就是野公神社 野公神社也是在蓝山这边 最有名的神圣之一 然后它这边是在求姻缘跟学业的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竹林小径的入口 它入口这边呢就是商店街 不然就是像画团子 对 对这样的东西 好多人啊 这一间有人介绍过 好多人啊 好多人啊 这么多人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KOMACHIYU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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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是豆皮 再来吃吃看这些 买咪 不错 这个糖尿面也有味道 鞋肥串牛肉 等超久的 对啊 如何 好好吃 比昨天的酥脂超好吃 喂 好啰 嗯 蒜嫩 然后没有筋 吃这个吗 吃这个吗 要啊 好喔 不能再拍 钓鱼箱 你要什么口味的 我希望这间钓鱼箱 可以把京都的钓鱼箱 跑回东岛 我们京都已经吃了 不然有我们昨天吃 那个不是 Snowbee的那个 10米店的那个酸 那个不是 那个不酸 我们现在这里呢 就是在车站的对面 它这里有非常多广的 跟吃的 买的 对 日本真的是一个非常好买 非常好吃的地方 非常好贡 怎么会这样 这里的二楼 看来也是有可以租和服的地方 从这里住 然后走到那个珠子小镜 然后也就很好拍 不是脆的 是软的 好 嗯 好看喔 还没吃到这样 好吃 有点焦焦的味道 果然不一样 要吃这种东西 还是不要吃那种卡通电池 卡通电池 卡通电池 然后他那边还写说 限定一分钟吃完 真的喔 真的连格 真的耶 反倒了 想会几千一分钟 然后算 我是狐狸耶 很酷耶 很可爱耶 上面还有个叶子 这一座桥呢 就叫做杜月桥 也是来到蓝山这边的一个闭房的景点 你看它这个桥 然后这个桥呢 在柯南的剧场板也有出现过 可能很多鸡鸡都在剧场板 前面是宜月桥 约雨桶 令一窄 这是贵美桶 穿沟 很可爱喔 那我们在这边的电池 然后现在我们来住这一间云一瓶茶 那现在我们点了这个 一个桃炭跟一个饮饮 然后我点了几次 四孜 去脑那里 拿了一個圓圓蛋糕 好吃 抹茶味 然後裡面紅豆 很軟 接下來來到這一間是新開幕沒有多久 在藍山這邊的一間Snow Peak 那它這邊除了有賣Snow Peak的東西之外 它還有賣下午茶 然後它這邊還可以住宿 好多Snow Peak的東西 好很美 Snow Peak就是日本的牌子 是 所以用桌子都很細緻 然後顏色都很好看 然後它這邊的座椅 就都是用他們自己家的桌子椅子 對 就跟IKEA一樣那種概念 概念店 對 這個 再來 來吃這個中村木可樂餅 這間呢 本身它就是賣牛肉的肉鋪 然後它就有在做這個可樂餅 蛤 買這個 嗯 好吃 對不對 你看 好厲害 想吃對不對 這個一百克 兩千四百八十塊 我們應該自己買這個 然後弄壽喜燒 我們又沒有廚房 哇 感覺就很脆耶 熱的嗎 熱的 等一下 好吃耶 它這裡面 肉很多 很多隻 就像我以往吃的可樂餅 裡面全部都去買 很多肉 很好吃 Juicy 好吃好吃 而且它剛炸好脆脆的 它這邊也有做壽喜燒耶 三間宴耶 我應該還是吃這個 這間我比昨天那間還要推 兩百倍 昨天哪天啊 昨天的那個和牛壽喜燒啊 因為那是在百貨公司裡面啦 好好吃喔 而且那個也很好吃 藍山的最後呢 我們來到這個 車站裡面的裝飾藝術 它這裡面全部都是和服的布料 然後把它放在燈管裡面 然後晚上的時候 它這個燈管就會亮 就會非常漂亮 然後它這邊有好幾 超多根的 很美 我覺得藍山這邊真的是蠻吃了一天 對 在這邊慢慢玩喔 很舒服 我覺得如果要選一個地方去穿和服的話 我覺得這裡比進都市區還要適合一些 然後搭小火車的時候記得要先訂票 然後我們這一次是搭到麻絕站 這樣子玩下來 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的 然後在它這個藍山站的這邊啊 它這裡還有一個藍山溫泉 就是可以在這裡泡澡澡的 然後它就是250元一個米 我們就在車站裡面很酷 要先訂位的 這間我們也先訂位喔 那在京都這邊有蠻多間鰻魚飯的 都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選了這間 可能是因為有訂到位置 那我們現在進來這間鰻魚飯的店 然後它這個二樓的裝潢 它就是一個傳統的日式建築 然後是榻榻米的 然後它一樓是不用脫鞋的 二樓是它的名稱要脫鞋 然後它這裡的餐點 主要就是鰻魚範圍主 還有這種玉子燒的 蓋在上面的 這個也是有鰻魚在下面 然後會有蛋蓋在上面 然後我們就各點一份來試試看 對 然後這一個比較便宜 因為它的鰻魚比這一個的少 然後我們還有加點了一個茶碗蒸 對 網路上我看到有人推薦 但是我剛才看到 網路上有一位說這間非常雷的一個心得 所以我現在有點擔心 我們就吃吃看囉 我在訂位的時候 我就看門口就寫著一個 日本第一 我就訂看看 既然它都敢寫它第一 該不會就跟在台灣的 台灣第一家以前的書記一樣的意思 對 每一家都叫台灣 我這個 好小 對 好小 小小兩片 也是有兩片啊 哦 我這個還加蛋耶 這個還比較便宜 這蛋感覺很好吃 對 會有鰻魚味道的蛋 今天吃第一口茶碗蒸 這茶碗蒸很嫩耶 我剛吃這鰻魚飯啊 它味道不會太鹹 我物上說味道蠻鹹 但是我吃我覺得味道還好 這台灣吃到的還蠻多了 是比較鹹 但是它鰻魚是比較薄一點 但我覺得味道很不錯 然後配它的這個蛋很好吃 鰻魚你都說過了 是這個餐 這飯很多耶 嗯 飯好吃 日本的米都蠻好吃的 然後飯也不錯 可是它不是那個粒子 是要甜甜的 它就是蛋透過的蛋這樣 鰻魚就是有燒烤的味道 可是它 薄薄的粒 粒很痛 我吃了一口一粒 怎麼那麼飽 是好吃 但是要說到日本第一的話 我覺得還蠻有挑戰的 因為它太薄了 然後我就覺得 它的口感沒有那麼厚 這個蛋的口感還比較厚 我們現在吃完飯 來到這條小小的 這一條叫做仙斗丁 它這條是在鴨川旁邊 那這裡是京都的五花街之一 那這個石板的兩側 就有很多酒吧餐廳 會有非常多外國人 外國遊客 或是當地人來這邊吃 超多的 而且這一整排都好日式喔 妳看那個燈籠 那個燈籠 它就是鴨川千鳥的圖案 喔這個 欸這裡好美喔 那邊很推 我覺得值得玩一整天的地方 對可以玩一天 然後在這邊吃完飯也蠻推薦在鴨川的給燈籠 夏天應該會蠻舒服的 那我明天應該是 禮坊是騎腳的 OK好 又是期待的一天 好 謝謝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